最近新竹有一家診所 為了要鼓勵民眾踴躍捐金子 結果設計了糾團 捐金就送八千塊送衛的活動 但是現在恐怕有問題 會觸法 因為總補償不能夠超過八千塊 如果八千塊送衛要你去捐金子 你會不會考慮 可以考慮 為什麼呢 因為捐金子很快 我不會為了錢 然後出賣我們自己的金子 因為我想 這是有基因的關係吧 我想說因為金子是男生的一些 體能所在 對 所以我不願意 為了吸引年輕人捐金卵 新竹這家診所打出廣告 捐金成功的不但領八千塊 還送汽車旅館住宿券 保險套甚至三人以上 可以換取Wii主機的套裝遊戲 乍聽之下捐金似乎不是很困難 但是為什麼要寄出這麼多的好康 成功生死盤規定 最近的規定說八千塊之後 來的人就很少很少很少 所以我們還會想說 突發起想說 那我們加一個禮物 比如說有些價格 它只有一千塊以下 幾百塊錢 那我們也許可以把它看成說 它只是一個鼓勵的性質 它的價格是不是很大 大到就是說會讓人家認為 它獲得上什麼樣的好處跟利益 它不是為了要幫助別人 而是為了要獲取這樣的利益 來做這樣的動作 就違反我們能功生死盤 這樣無常的一個想法 打出廣告兩個月來 這家診所還沒有人完成捐金程序 順利拿到贈品 因為從確認捐贈者沒有艾滋病 得體檢抽血好幾次 約需要半年 不少有益者聽到就打退糖股 其實從衛生署的統計了解 全台平均一年有130捐金案例 每例補償金額五到八千塊 但捐卵多了一百例 主要是因為補償費高達九萬九 但相對捐卵付出的代價大很多 除了要常跑診所打排卵針 還得麻醉取卵 不過捐金卵在台灣的比例都很低 或許是因為文化的關係 有人認為捐金卵好像出賣自己小孩一樣 連給錢送贈品都吸引不了人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